您看我今天呢 有的感觉收嘴你没法吃的 因为收嘴还吃个麦子是太多 不然我看 这在太湖的菜类设计 太湖沙巴大名顶顶 那么太湖沙巴究竟 落水样麦子呢? 你收嘴你也是能吃饭的呢? 最后来请制作随口人民生人 是精神做做一个比 实际上的太湖的设计 这里是西山 太湖里的最大岛屿 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加了解自己 美丽富饶的家乡 西山中心小学的学生们 从小就被要求 背诵一首当地名谣 白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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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羽为一群羊 好 太湖沙海 白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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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州 太湖三白已不仅仅是一种特产 更成了孩子们的客纹 饭店里的菜肴 摊位上的货品 苏州旅游的另一个品牌 就是特意到这边来尝一下太湖三白 感觉太湖三白 太湖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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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一上午的鱼 陈冬和蒋红梅 刚刚收下网 夫妻俩坐在甲板上挑剪的战利品 炸鱼 那些不知道都有 金嘴鱼 跟蒸的就是金嘴鱼 看到吗 这个是煤气鱼 就是银鱼 补上来的鱼里 银鱼个儿头最小 蛋白质含量却最高 补上来之后 必须立刻进行冷藏 泡沫箱 都是放冰放鱼的 因为它保兴嘛 都放冰块里 盖好 不把这个冰 这个鱼像就坏掉了 今天没风 湖面上平静的 就像一面镜子 但对于捕银鱼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天气 风小了 它就在下面 它就不起来了 大了 它就沉在下面 都把浪给打起来了 会多一点 忙活了大半天 收获却非常有限 蒋鸿梅一边洗衣服 一边发着牢骚 今年没什么搞头了 那时候价钱有20块钱一斤 现在反而便宜了 20块钱一斤的银鱼 这是十年之前的事了 当时作为太湖三百中 最出名的一百 银鱼大量出口海外 可如今随着价格的下降 银鱼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银鱼炒蛋 银鱼炒蛋是苏州老百姓最常做的一道银鱼菜 目睹镇的陈阿姨今天就准备露一手 把银鱼在油锅中炒熟 放入盐和料酒 银鱼炒熟 银鱼炒熟 银鱼起锅后再炒鸡蛋 银鱼炒熟的鱼炒熟 不要太浓 银鱼炒熟 银鱼炒熟 鱼炒熟 银鱼炒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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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性的发明出众多作法 用鱼肉将银鱼和蔬菜丝混合 调制出口感细腻的银鱼绣球 把银鱼用牙签串成一排 裹上蛋清和面包糠 在油里榨成银鱼排 榨制以后呢 就是这个银鱼呢 吃起来就是口感外脆凌润 是比较鲜香的 将银鱼木耳和肉糜调匀 包成风味独特的银鱼馄饨 银鱼还可以入汤 与太湖纯菜搭配 是汤碗里最佳的胡鲜组合 相比于银鱼菜肴的变化多端 太湖三白中的白鱼 却一直延续着最为传统的做法 清蒸 看似最为简单的清蒸 却是白鱼味道的反腐归真 在苏州人的烹饪手册里 量体才一 因鱼而异 才是最重要的原则 汁上一口大锅 渔民们正在烧的是太湖三白中的白鲨 烧熟的白鲨可以晾晒成虾干 风和阳光会赋予它更为醇厚的鲜味 从几个月到几秒钟 呛虾实现了白鲨鲜味的另一种极致 鲜虾在佐料的浸泡下甚至还会做最后的挣扎 这个酱料再加一个烈酒 白酒就把那个虾呛死 由于制作过程最为简单 呛虾的好坏全部都体现在酱料上 除了清炒或者做成各种配料 虾肉甚至可以发挥面粉的功效 将虾肉打成细细的肉糊 捏成饼子 再油中煎炸 这就成了苏州特有的虾饼 随着养殖技术的发展 三白现在在全国的其他水域也都有互产 然而到苏州吃太湖三白 却被公认为最地道的享受 这里面秘密又在哪里呢 张军是苏州一家饭店的主厨 早年曾在全国多个城市闯荡 对于各地烧鱼手法的差异 张军有着深刻的感受 我们苏州一般都是用葱姜黄酒去腥 那么在北方它一般来说是用醋 葱姜黄酒来去鱼的腥味 能够把太湖里面新鲜的鱼的原则原味 能够保存下来 那么用醋喷的方法 那么使得里面的营养成分了油丝 如此看来太湖三白的美味是建立在苏州特有的饮食文化之上 体现出苏州人对烹饪鱼菜的特殊理解 只有将苏州和三白相互叠加 这才成就出了太湖三白 欲满天下的美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